教育部公布2023年总统教育奖 彰化县既有两人获奖 彰化县长王惠美28日接见表扬 并颁发奖学金各亿万元 赞扬他们逆流而上 力争上游 实为彰化县的光荣与骄傲 这位是明灯 这位是乔威 两个是彰化之光 今年获得我们总统奖 可以说从351个推荐的人里面 彰化就这两位获得我们总统奖 可以说是我们彰化之光 明灯本身从8个月开始 妈妈就带着她从早疗各方面来做相关的治疗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我想感触最深的应该是妈妈 看到她本来是平衡感不好 要拨抖但是孩子们又非常的 有毅力 然后不断不断的练习 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的这个 乔威也一样 乔威本身有一点好动 但是经过妈妈也是很小 带着她跨县市的 包括溜直排轮 包括游泳等等 让她也变成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选手 那可以说从他们的奋斗过程中 特别要谢谢父母的一个用心 特别谢谢我们学校老师校长他们的一个这个用心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成果 当然当然最要 最要很感动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毅力跟用心 那我想也用这样的两个案例 我想可以激励更多我们一般的学生 那当大家呢身体的状况 家庭的状况都那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更需要好好的用心学习 然后呢报答我们的父母 报答我们的师长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身上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 呃不平凡 所以呢也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更多的青年朋友 更多的同学们都能够呢奋发向上 总统教育奖得主杨明登同学 虽是唐室症患者 但在母亲的陪伴下 从八个月就开始进行早疗课程 小学开始接触运动经常跌倒 面对妈妈心疼的眼神 她总能擦干眼泪与汗水 并且站起来坚强地持续努力 并安慰妈妈不用担心 也感谢妈妈 用心指导我 你之前说你想要做什么事 我想要 我要成为一个接讨艺人 去世界各地去表演 然后请 请大家 为了我 加油 希望透过明登的这个故事 他的努力奋斗 他很好学 那每次呢 他都没有说 抗拒 只要我跟他说 你要不要上什么课 他都很愿意 说好啊好啊 从来没有喊过泪 所以他也很认真地学习 那我也希望说 未来他想要成为街头艺人 所以现在也一直在 街头艺人这条路上的 学习 朝着这个方面走 我会陪着他 朝着目标去 努力学习 那他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读大学 他希望拓展自己的视野 然后到大学去体验各种更好的这个生命经验 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也希望大家能够 以后有机会看到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 还能够给我们鼓励一下 谢谢 明灯呢 每学习一件事情呢 他都会不放弃 就算是失败了呢 直拍轮跌倒了 我常看到他到处都伤 他说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我可以的 然后他也从来不喊泪 那永远会带着笑容 所以我们这期很开心 他可以得到中文教育 我想说 这个是明灯带给彰化特教 带给彰化线最好的礼物 来自单亲及中低收入家庭的杨乔薇同学 虽于幼儿时被诊断 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综合症状 但从未放弃学习 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接触溜冰 游泳等运动 妈妈不辞辛苦的接送 利用夜间及假日到外线市的场地加强练习 很开心 谢谢妈妈 我很感谢教练的栽培 还有我自己本身自己的努力来栽培他 然后乔薇也很勇敢的去争取胜利 在比赛中每次都能够得名 出国比赛 然后当个国手 然后未来的路就是看能不能当个教练 教导一些小朋友 那么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县长 对乔薇的鼓励 今天还特别的颁奖给乔薇 那也要感谢我们乔薇妈妈一路辛苦的带领乔薇 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都特别训练她的体能 还有直拍轮还有游泳 因为乔薇在体育上 在那个直拍轮还有游泳的成绩都非常亮丽 那也因为她能够克服先天上的逆境 那在逆境中成长 所以这次才能够幸运地得到总统教育奖 两位同学克服先天的不便 不为生活的困苦 或伴总统教育奖殊荣 王县长期盼有更多人能从他们两人的身上 看到更多的不平凡 不惧辛苦 逆流而上 公益频道许维珍 张化采访报导